接下來我們來介紹表格,table這個標籤 那有時候你今天有時候在網站當中,你可能多多少少想要呈現一個表格的感覺 就是有一些資料,你想用表格呈現的話會比較清楚一點點 那表格的話,基本上它主要的標籤就叫做table 那頭尾都出來了,頭尾都出來了之後呢,table可以寫些什麼東西呢? table是指整個大範圍的table,然後table的次一集是一個列,橫的叫做列,一個橫列 所以我們稱為,這個現在是table的,table的裡面一個橫列,它會用所謂的tr tr指的叫做tableraw,代表一個橫列 所以來,table有了之後,我就打tr,有頭尾了 接下來tableraw裡面,再往下一層的單位,叫做th,或td th跟td代表什麼意思呢?th是代表table heading,表頭的部分 那td是什麼呢?叫做table theta 所以,假設我要放一個,我的一星期的形式例 所以,來,我就要這樣子寫喔 來,第一排嘛,要放星期有關的 那第一個,暫時我不知道放什麼 還記不記得我放一個空白,叫做n,那個and n,b,s,p,分號 假設我不知道放什麼,我只要放一個空白 好,再來,th,假設今天是星期一 我就打星期一 接下來,我用複字的,好不好 假設,來 3,4,5,6,日 應該第一個,用日 好,1,2,3,4,5,6 星期一到六,日到六 寫上去,然後前面有一個空的 誒,寫到這,我來看一下結果長什麼樣 誒,變成這樣子 第一個,你看到這個字體有沒有不太一樣 比較粗 th的主要功能 它是 粗體字 然後,到時候會 置中 它有特性 是粗體字,字中 對不起,我寫錯了 這是tr 應該在th 這裡 粗體字,字中 那table data呢 它是 細字 然後 然後 靠左 OK 它有這些特性 所以呢,來看一下 誒,阿 這,你不是說表格嗎 哪裡有表格的樣子 沒有 阿為什麼沒有表格的樣子 來看一下喔 好,我們再來改成實際 再來改喔 剛才我把table放 這樣子 各位比較獨立一點 看到這裡 table 其實可以有一個屬性的 來,我家的屬性叫 b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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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 我的border 就有點是它的 邊界的寬度 假設我把它設為1 所以來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有出現了 誒,阿 為什麼前面那格那麼小 阿 後面這麼大 因為 你沒有描述寬度的話 預設 它都只呈現 是比較 排得比較緊密的情況 OK 所以這個只有一個空格 它就只好排得比較緊密 就變這樣子了 那所以呢 你又可以去設 我的表格寬度 要等於 比如說幾個像素 比如說我一定要600個像素 那你就可以看到 喔,這表格已經 那麼長了 OK 如果我要 800個像素 喔,更多了一點點 但是這個 如果你今天是設 多少像素 你把它定死了 定死了 一旦 我縮小畫面 來看 你看到沒有 我就要捲軸 要捲到旁邊去 可以嗎 好 但是呢 如果你絕對不希望這樣捲到旁邊去 那你也可以是這樣子 那你也可以是這樣子 我呈現寬度是 百分之百 所以各位看一下 好,現在是不是佔滿百分之百 我縮小一點 欸 還是佔了百分之百 看到沒有 我拉寬 它會自動調整表格的寬度 有沒有 這樣看得出來嗎 但是擠到不行的時候 字就折下來了 可以嗎 啊你 這時候你又發覺了 啊這格為什麼那麼小 其他的都那麼大 我想這格也大一點 而且我這格希望跟它一樣大 那你就是要 這裡的TH 每一個都設一個寬度 比如說你可以 你也可以這邊的寬度可以設 你想說 百分之百 如果是百分之百 你也不知道它到底要多寬比較好 那你就可以乾脆 每一個都佔同樣的寬度 所以比如說我20 12.5% 好,然後我把這邊 都複製下來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這邊寬度是不是跟這邊一樣大 我放大 這個寬度 這個寬度 都是一樣大 可以嗎 哦,因為總共有八格 所以這樣子排 所以呢,來你看哦 剛才的架構是 外圍有一個table 外圍有一個table table裡面包的是 先一行叫TR 這一個row 裡面放八個項目 那好,那現在呢 假設我要再增加第二行 好,第二行 我在後面 再增加一個TR 頭尾先弄好 TR 然後呢,接下來 應該裡面要放的是 最左側 先從最左側開始 應該要有個TH 字要粗 靠中間 所以呢,這邊 這邊假設我要描述的是 今天是 八點十分 到 九點 有沒有,假設我要寫第一節課 第二節課 那種感覺 然後第二格呢 我就換DD Data 我要細字靠左 所以這時候 來,假設第一 唐科是數學 好,然後後面呢 我先複製一下 好了 這,沒有call好 我把它稍微 假設我這邊自己隨便打 好,國文 英文 語律 好,後面 隨便改一個 然後一樣的國文 好了 然後 這裡是,假設 再來化學 好,所以 這邊打完了之後 你可以看一下結果 就長這樣子 整個表格 就是這裡 看到了嗎 好 好 那當然還有下一個 第二點 第三點 你就是 類似這樣子的情況 那當然有時候像這種情況 我就會 我就乾脆用call的好了 一次call一整個列 貼上 然後這裡改一下 9點10分到10點 然後這邊可以再去改文字 好,然後再繼續貼 10點10分到11點 好,依此類推 所以這時候你就可以看到 哦,你的這個表格長這樣 甚至你可以說一下看一下 哦,它就是這樣子的表格 可以嗎 好,所以 來,各位可以仔細的看一下 table的架構 一個大的table 包起來 我這邊設定了 boulder等於1 好,寬度等於多少 然後接下來是tr tr是一個raw 一個raw裡面有多少的項目 我們放th或pt 然後包起來裡面放該要的位置 好,來 嘗試一下table 部份 記憶體